土豪挑战又来了 这几土豪花巨子打造了 一个100层骷髅头墙建成的地下宫殿 而他和卷毛需要击穿 这100层骷髅墙才能跑出去 游戏开始 卷毛选择了一把大铁锤 二话不说立马开干 土豪这边选择拿着锤子和钉子那么的敲 卷毛看上了一根套着鞋子的棒球混 砸了几下 伤害几乎为零 还不如用弓兵铲来的痛快 另一边土豪用斧头 劈开了一大块墙壁 卷毛也不甘示弱 找了一把比土豪还大的斧头 使劲地劈着墙壁 突然卷毛被一股水滞了一脸 原来他挖到了一瓶矿泉水 卷毛拿起就喝 不过他这边的墙 好像比土豪那边的硬 挖了这么久才打开了一个小缺口 而土豪那边一下子就打破了一面墙 当他劈开第二面墙壁时 里面流出了很多骨头 其中还有一个骷髅头 上面有张纸条 看了一眼就扔了 下一层墙有一个明显的骷髅头 土豪把骷髅头当成卷毛 一下就把卷毛的下巴扯了下来 又从卷毛嘴里掏出一张纸条 看着纸条的消息 土豪根据指示往地下挖 不一会就挖出了一个钩子 另一边卷毛也挖出了钩子 但现在的情况也用不了 两人只好继续对着强猛攻 尽管两人已经筋疲力尽了 甚至一锄头挖下去 都没力气挖出来 但为了逃生只能不断地挖 卷毛还在对面不断地打嘴炮 可怕土豪气坏了 拿起斧头就快干 两人挖到了最后一面墙 土豪立马就来劲了 卷毛也不甘示弱 终于挖开了最后一面墙 两人四目相对 看见了对方的两人干劲十足 几下就把剩下的一些残破墙体 清理干净 卷毛率先跃到中间 脊椎就把上面的板子打开了 卷毛甩动钩子 第一次勾到了一点 兴奋的卷毛用力一拉 钩子又掉了回来 轮到土豪了 但他勾都没勾中东西 经过一次次的尝试 卷毛终于勾中了 他立马爬了出去 卷毛出去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出口堵住 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土豪还会发起什么有意思的挑战呢 关注我下期更精彩